经验他 经验法治 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的同班同学 我们都可以这样子 第一 一定要告诉大家 我的层次在哪里 我在哪个角度班主里清楚的 不但清楚 精准的 这样的才是自然学的可以的 我们能做的层次是哪些 就告诉大家 几分能力 做几分事 几分政绩 做几分表达 这个务必我们 我的工作务必要做到这样 中凯 这叫中凯 老夫子的话 知之为知之 不知就不知 是知也 不外父子这样子 你看 食补 药补不如食补 食补不如气补 气补不如水补 水补干脆什么都不补 这种比较式呢 不是自然语学要表达 中一比食补好 谁讲的 食补很科学 谁讲的 这些说法都是还独断 还偏颇的说法 你应该这样表达 各有千秋 各有缺点 看状况 是不是看状况 大雄买这瓶水 还感谢 特别交代我一句话 饭一饭 特别 饭一饭 再喝多铁铁的花 因为冷水喝下去 我现在在热血分坛 脚下气 会闭锁经脉 热脏来说的效应 马上胃就收缩 胃血管就收缩 搞不好就胃痛 都有可能 你等到常温的时候 喝下去 就没有副作用 这就懂得寒热吸食的问题 就懂得热脏来说的问题 都是有学问的 都是有道理的 所以讲没有道理 为什么喝水要喝残温之水 热也不对 难道也不对 37度C的水喝是最健康的 好了各位 如果要讲科学的话 每个人来带个体温表 我们要喝水都凉一凉 烧了几度加温 多了几度就放一放 过日子没有那么紧张 大可不必 大可不必 这个就是有道理 那就道理 人的生命 不外乎就三个零 人是动态的 万物都在动 万物都在动 在这个时空当中是动 医学要连时空概念在里面 一个物质流 血液的流动 淋巴液的流动 体液的流动 细胞与细胞之间的物质交化 你持下去的物质 通过消化吸收代息 进入细胞壁 进到里面的 这个是物质流 这个就叫物质流 但是物质流里面 有个中医讲的什么 气 气 帅 血行 我请大家一定要注意 中医讲的气 就是我们讲的能量跟信息的总代表 中医讲的血就是物质 而不是那个血液 不是红血球 也不是白血球 中医是高度贵纳的一学 再说一遍 气就是信息跟能量的总代表 血就是物质 信息调控的能量与物质 所以气率而血行 没有说错 你这样理解不是很清楚 但是气跟信息必须要有个载体 那个载体就叫做物质 就是血 所以你看气为血之帅 血为气之母 就这个道理 谁都不可以脱离谁 气为阴还是为阳格为 气为阳 血呢 阴阳是分裂的吗 是吗 为什么要分阴阳 请大家注意 孤阴不善 孤阳不善 所以二者根本叫 你龙我龙 你总有我 你总有你 而不是说画个太极 图字变 叫学字变 叫做什么 叫做阳 那个图腾是让你去理解的 我们在过去读中医的时候 也是不知道 反正这变阴 这变阳 两者中间 这样子 这个表示他们动来动去 不是这个样子 告诉你 它是混沌的 它是合合为一 也就是说 再说仔细一点 信息能量 物质 是同步发生的 只要这样的东西 一分开 阴阳节力 精气来结 当它一分开的时候 就是离完身的时候 所以 这三流 物质流 能量流 信息 注意看 它是同步的 物质流 能量流 信息 好了 那么你可以的很简单的 你看我们如果画个太极图 你画一个大极图 东西 对不对 这不代表了什么 代表了它是动物太极图 或者你可以把这一条大极图 字就是信息流 因为信息流 是调扣了 调节了这两个部分 这个就可以再理解 你把这些基础搞清楚 你用任何方无定方 法无定方 再说一遍 概念通了 方无定方 法无定方 中国艺学有个好处 这也是我的经验 大家也都知道我的历史 我们经历过很多的困境 拼的是什么 拼的就是中华文化的 三角猫公布活下来 不懂一线资格 到天国报道去 所以你懂得这个道理之后 你用根牙签都可以一臂 你知道吧 没有牙签用大拇指 鸭嘛 链嘛 土腊嘛 筋膜嘛 每一个筋膜都是你身上的良药 你懂不懂 你会不会用 不一定要吃 但是那个是在什么 在信息流量上 吃还是要吃 一口照明饭 每一口嚼一百相 嚼到它成熟 就是良药 空气不要钱 阳光不要钱 再过去水也不太要钱 现在水比较贵一点 大熊这瓶多少钱 还好 好了 请注意看 主要呢 这三流的东西 就叫做毒 就叫做障碍 就叫做友谊 注意看 毒 毒乱水 就是它的鼻子 一旦堵住了以后 三流循环 哪里卡住了 不流通 不流通 有毒就会毒 有毒就会乱 有毒就会水 各位 百病有百应 百应什么 为首各位 毒 这个不可以在 这个是要马上反应的 对大熊很好 马上反应 根本不要想 毒为首 毒是什么 毒的定义是什么 大熊 都得定义是什么 要说说你哪个角度 现在就说清楚了 哪个角度 音的音 地音 都用善 还不错 能不能机体一点 更机体一点 那是大爷子 那是条件 大爷子 他总还有个东西 以前都讲过了 来 这边看 毒的定义 凡对机体注意看 凡是对我们这个机体 正常用作造成负面影响 或损伤的 有形无形的 内外在因素 在自然语学 都叫管一本动 蚊子咬你 它是真正的 把毒素 注入到你的 已经注入了 已经是侵入性的外毒 那个是毒 很多毒是一些蛋白质 那些毒素 是一些蛋白质 结构不同的蛋白质 这个呢 你们也不用操 其实上网站看 在我们的网站上 都是公的 就在哪里呢 在中华自然 与学 干药理 这个大家上去看 你们保护 希望啊 各位 你真的去逐条逐条的 看一遍 你都理解 理解以后 那就是大干 那就是你要给一个 标定的那个 结构 以后的砖块 你要做什么装潢 你要铁瓷砖 你要铁壁纸 你要铺地塔 这个就是你的各有千秋 但是这些就是结构性的 结构性的 系统性的 请各位一定要记下来 我再说一遍 如果大家要进修 跟随 中华自然学大学的 教材的编排 都是不脱离这个范围 我们就要把医学业 交错的那一半 通过这个样的东西 和他表达出来 我们刚才讲 借贤私起 借负贤单字形 单字形的部分 感谢他们留了一些空间 让我们发挥 你感谢他们留了一些空间 我才有机会 跑到人家大学里面去 说东东四 如果人家讲到 我们要休息 他们也没讲到的 我们就是讲 就是他们把舞台占够 这个很重要 但是我们是架构在 他的肩膀上 就像刘顿讲 我是站在过去 纪人的肩膀上 要感谢他们 所以我们要感谢两个医学 要感谢西医 要感谢中医 我们很多知识 从他们那边来 我们只是在这个层面上 我们再把它归纳 高度归纳 再把它简化 再把它 说得更清楚 更明白一点 如此而言 好了 大家看见 要的定义 这个要的定义很重要 要的定义 所以看合乎十一年的要求 无度管道 这里查 这个以前已经讲很多次 这个谁讲的 1970年苏联科学家 伊索拉尔·莱克曼博士讲 是他提出来的主张 70年代到今天 43年过去 43年过去了 这样的声音 到现在还没出来 人家是科学家 人家有长篇大陆的医学 这个研究 佐证他的这个论点 我们都知道 一个论点 要有很多的论记 很多的论证 甚至很多的实验 来支撑 所以 那么厚厚的博士论文 其实要讲的就几句话 那既然人家做了那么多的信息 我们哪来用 这就是我们对自然学的一个标准 各位 我们今天不管你是喝水 吃林芝 吃酵素 煮冬瓜汤 吃蛤蜊汤 你要看看 在这个层面上 有没有这个标准 如果没有 它是另外一个层次 在中医里面的散药 请大家注意 中医的散药 基本上吻合这个层次 但是它还是有过忧不及的问题 有些时候呢 它有什么呢 有中医甲的 寒热 温凉 深降 浮沉之别 这个你要懂 所以你当学这些西方科技的部分 这是西方科技的部分 如果你不懂得中医的 四七五味 深降浮沉 你还是用得不敲等 大雄同样一瓶水 冰水 温水 开水 就是寒热 温凉的问题 对不对 是不是很简单的道理 我现在是一个未寒的人 我应该喝什么 如果我很照热 你不见得冰水不可以喝 喝它良好有好处 我很照热 我内部 上火发炎很严重 我喝几口冰水 有好处 降温一下 有好处 所以它不是绝对的冰水不能喝 不是 看状况 你刚才 因人因食因地 有所不同的 那来就对了嘛 所以读书不要死 读书啊 就这个道理了 大言则 在这种状态 是不简单的 普遍来讲 喝冰水是不好的 但是某种状况 喝冰水是对的